Minecraft解謎日記 嗨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夜晚夜的解謎日記 Minecraft解謎日記 今天給大家繼續帶來的是 牧家門 屈家在村的黃靈 那麼你可能會發現我們身上有些東西可能會不太一樣 因為上一次的記錄檔就是影片的檔案 就是不小心出了一點問題 所以我就把前面的部分 因為已經跑到了後面去了 其實我已經把它玩完了 那因為出了一點問題 所以我就只好再重新玩到現在 那你可能會看到身上的東西可能會多 可能會少 少的機會可能比較多 因為我是倉促的走過來這裡 那我們就繼續之前的遊戲 那麼這本書應該是沒有念過吧 那我們來念一下這本 巨大的唐三彩淘氣 哇 好大的淘氣 足足有兩個人高啊 我望著四周的淘氣說到 我們似乎已經進入了地宮 看這似乎是主牙狼道 繼續往下應該是主牧師所在 底少邊往下看去邊說到 看這淘氣應該是唐朝的陵墓 我一邊說著一邊走進淘氣 你哪時開始對古董有興趣了 連唐朝的淘氣都看得出來 李少懷疑地問我 我是學歷史的 書上有寫 這是著名的唐三彩 我編織著淘氣上的顏色 我們往前走吧 李少說完就往下走 來看一下這箱子 他說的火轍子可以點火 這邊的箱子應該都沒有東西吧 應該都沒有東西 然後這個應該是可以開的 來看一下 前走三後走四 進入了古墓 首要的騎士謹慎 自古在土夫子口中 就流傳著這麼一句話 前走三後走四 說的就是做任何事情 前要想三步 後要想四步 因而果都要考慮到 免得命可怎麼給斷送的都不知道 所以他的意思是叫我們小心一點嗎 那我們就要小心一點 這邊都不能開 也不能開 好 繼續走吧 這是側墓室 看來我們離主墓室約一約近了 李少說完後走過去 側墓室就是放完陪葬品的地方 我問李少 沒錯 我們繼續看看 不知道有沒有名氣留下來 李少邊講著邊要說進 欸 邊 邊說著邊就要走進去 等等 總覺得每個房間有蹊蹺 每個門上都標示著顏色 我邊指著上邊 欸 邊指著頭頂上的色牌 李少拿火把照去 看來可能有機關 機關機關機關 機關 我叫出了聲音 整間 常常回蕩著我的聲音 別那麼大聲 先吵傢伙 難道裡面有東西 好 裡面有東西 難道 這邊可以放一下嗎 難道裡面 有 有殭屍 有 有 有苦力怕 唉唷 好像很猛的樣子 那我們從哪間開始 從這一間 李少說完 變指了 左邊門上有藍色版的第一個房間 藍色 所以我們要 這個東西要 點火 唉唷 唉唷 喔 喔 喔 什麼東西 西苗烤雞 這沒東西 好 所以我們要什麼 藍色是嗎 什麼 藍色然後呢 快離開這間房間 快看一下有沒有什麼東西 有沒有什麼東西 這間房間已經進不去了 好 這樣就進不去了 欸欸 這裡有一本書耶 唐三彩機關 看一下這唐三彩機關 不 差點死在裡面 這什麼鬼地方 我邊喘著氣邊說到 看來這墓室有 這個 技巧 李少編審視著門上的色牌說到 這裡有六個顏色 剛好是兩套唐三彩的顏色 我說完後 李少猶豫的看著我 唐三彩是一種 低溫柚陶器 含有銅鐵 猛 菇 鐵 等做柚料的著設計 我開始背出書本上的知識 所以 哇 這個 這怎麼有一種 嚴重 嚴重句點的感覺 所以 李少還是滿臉疑惑問 我繼續說到 以不同金屬當作 有料顏色也就不一樣 主要是 紅 藍 白 綠 黃 這幾種顏色 而雖然有彩 雞色只有 欸 雞色有很多種 但桃界顏色只會使用三種 所以稱之為三彩 這是哪三種 李少說到 我搖搖頭 我也不知道 依不同地方 會有不同的習慣 剛剛進入藍色的門 一進門 馬上就是岩漿 我看到側墓室 是假的 藍色 可以去掉 難道 接著就只能用猜的啊 李少說完後 我點頭同意他的話 喔 喔 所以我要用猜的進去 進去 碰碰運氣 對不對 這什麼 這上面這什麼 欸 玄武頭盔 這是 無名 偷虎 欸好像很好玩 我很想帶在頭上 這裡 這裡很黑餒 超黑餒 有沒有東西 好像沒東西了吧 有東西嗎 上面有沒有箱子 應該是沒有了吧 好啦 我猜一間房間 應該就一個 一個秘寶而已吧 一個大秘寶而已 應該不會有別的 那我們出去吧 所以綠色是可以的 再來 點火 再來 白色 點得停留5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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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什麼 5秒 5秒 這5秒 5秒好快 5秒好快 看看我們來搬箱倒櫃 欸 怎麼這麼前面 5秒5秒5秒 5秒 還是我可以等回血 還是我可以等回血 是我會回血嗎 會耶我會回血 我會回血 我會回血 剛剛扣了6顆愛心 所以我們集了7顆愛心再衝進去 可以進去了嗎 好進去走 還是我們要喝這藥水 好啦我們喝一瓶藥水 是有變快嗎 有喔有喔有喔快快快快 我的大秘寶就靠你了 大秘寶就靠你了 好進去進去走走走走 欸欸欸欸欸 豬雀草鞋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我的豬雀草鞋 留在裡面 不是 不是這樣子吧 我的豬雀草鞋 欸欸欸 我的草鞋 草鞋 草鞋 欸還我草鞋啊 不 我的豬雀草鞋呢 不行我一定要把它找回來 那可是我的 我的鞋子啊 草鞋 草鞋 我 我不找了 可惡 欸 欸 欸 原來草鞋在我身上 原來草鞋在我身上 原來草鞋在我身上啊 原來草鞋在我身上啊 好好草鞋在我身上就好了 這什麼 這個 有箱子 開箱 上面有沒有東西 開箱 哎呦哎呦 哎呦 有沒有東西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下面下面有東西 上面沒了吧 沒了吧 有沒有東西 這間沒東西嗎 這間沒東西啊 啊 我還以為會有什麼 什麼寶藏欸 沒東西啊 我們 進去囉 這 這間什麼 按嗎 按鈕 按 按 按 欸 funding 哎 好啦 看來那箱子應該是沒東西了 我們應該也進不去 裡面應該都是沙子 我們紅色去過了 應該是去過了 那我們去最後這個 橘色 話說這一門怎麼沒有關好 這邊還少一個門 橘色 這太明顯 這一看就是 一看就是這個迷宮 我們按照這個迷宮走 欸 欸 欸 哪 哪泥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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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錯了還會關起來啊 踩錯了會關起來是嗎 把握已經被鎖起來了 沒關係 反正我手上一定有這個 青龍御勇 沒關係 你鎖拜 你鎖吧 欸 什麼 我從側牧師走得出來 江湖把往前召去 小聲的叫了一聲李少 結果沒有人回答 李少 李少 啊 沒有人回答 我在心中說到 逼 李少呢 怎麼把我丟下來了 我來回在走廊巡視卻沒有看見他的身影 欸 李少脫隊 鐵鎬隨著李少不見了 那那那那那我買鐵鎬幹嘛 那那我買鐵鎬幹嘛 有東西嗎 哎呦 我我我我我我我中了什麼 這什麼 欸 入到了鏡頭 走廊那鏡頭燃燒著一把火 那火 欸那火下的聲望看去 填滿了油 便知道這蠟燭可以燃燒幾百年都不會熄滅 這這盒子幾百年 這這看來應該是千年啊 這個這個 這火把 這紅石火把看來是千年 千年專用的 用火把照到四頭 原以為路會繼續往下走 但路的盡頭已經是一堵牆 難道這墓是已經到了盡頭 不可能 我印象中的木 絕對不是這樣子的 我開始找到四周有五機關 果然 在靠近牆邊的小孔有 靠近兩邊牆上有六個小孔 往洞你看去 每個孔恰好有一個拉桿 難道是 密麻索 我失所得該拉哪一個 亦或是哪幾個 房間 心中忽然有這樣的想法 哇這太強了吧 這其實提示還蠻明顯的 房間那 有三個 那應該就是拉三個 那 應該是有寶藏的吧 那第一個應該是沒有寶藏 這邊應該是有 然後白色 白色好像有 這應該是橘色吧 有對對對對對 唉唷 看來我還蠻聰明的啊 嘿嘿 蠻聰明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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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聰明 天才燕王爺 嗯哼 看一下 這個 清風禪書正本 我沒說了一點銀本 這銀本沒有用 正本一定比較好 看一下 兩具屍體 然後這邊 沒有東西 這邊 沒有東西 話說 那這個 嗯 嗯 好吧 這就是那個什麼 骷髏水晶 那個什麼 骷髏水晶 欸水晶骷髏 骷髏水晶 還是水晶骷髏王國 什麼東西 我好像也聽過這東西 好像是一部電影是不是 但是我沒有看過 好啦不重要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 先看一下這本好了 兩具屍體 啊 我尖叫了一聲 手裡的火把掉到地上 這 這怎麼回事 管裡的屍體 還沒有腐蝕成枯骨 我非想把火把捡起來 往屍體照去 什 什麼 我尖叫了一聲 躺在棺材裡的 不是別人 這是大伯 慕容 怎麼會 咳 咳 咳 這時我把眼神 往另一指 棺木看去 心中 滿是恐懼 我慢慢靠近 把棺板掀開 心中緊張的心 就才落了下來 不是爸爸 看這個人的穿著 應該是跟爸爸一起來的 我回到躺著大伯的那指棺木 眼睛沸到大伯手中 似乎握著一指指卷 我伸手把他衝了出來 發現是清風殘酥的正本 透著火把的光 在原來的詩詞下 隱約的看到了幾行字 又是一首詩 我不太懂這事的意思 只好將他收回包裡 在大伯的棺木前跪下 朝他刻了三次頭 大伯 趾兒在這給你敗了 望你能保佑我出去 趾兒便早十日把你請出去葬了 大伯 大伯是這個嗎 大伯安安 大伯安安 安安 剋三個頭 好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 清風殘酥的正本 一曲斷腸遠在天邊 萬家魂天 盡在眼前 三載老主成成 威風小村英雄赫赫成名 一傾千里三窮水盡 兩門清流 矮霞高廣 後生之前通達黃靈 望帳圍巾指引方向 應該是跟之前一樣的 這邊有新的 火鳳遼原寸草 不生神鳳將士 民生貂蟬 縮骨琵琶 談笑風生 西城飛電劫富濟平 後面的部分 被人給失去了 這看起來沒有重點 這也沒有重點 這也沒有重點 這也 好吧 他看不懂 其實我也看不懂 話說 怎麼沒有褲子 進去嗎 一本書 看一下這本書 我看看四周 我從來沒有來過 怎麼會出現在我夢裡 我開始有點緊張 一樣的瘦身 喬明燈 一樣的光果 一樣的蠟燭 我看著棺木後的蠟燭 還依舊散發著一樣的光芒 我看著棺木後的蠟燭 還依舊散發著一樣的光芒 四周看看 依然沒有 欸依然沒見出口 而光果裡沒有東西 倒也不像是個墓室 難道 是假的 我以前常聽我爸說過 這時候地宮 會有假墓室 讓盜墓者以為已經到了盡頭 而真正的墓室 我看著 而保護真正的墓室 我看著那只晃動的蠟燭 難道我還得讓它熄滅 我慢慢走進蠟燭 請將蠟燭熄滅 好吧 其實從這本書上 應該可以很明顯的看出 我們把蠟燭熄滅 就會發生怪怪的事情 不論是被傳到哪裡 還是什麼之類的 那麼我們就下次再繼續玩 那麼 感謝大家收看 木家門 曲家在村的黃靈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